我母亲整日恶心呕吐已多时 本以为过几天就会好 没想到越来越严重 看医生吃中药都没改善 2020年7月25日到医院检查 发现胃有八个心肉 还有炎症贫血现象 肾脏也有问题 肌肝指数高达813 医院判断母亲有尿毒症 要做透析治疗 7月25日医院检查报告单 母亲很害怕不愿透析 我认为原始点医学可以处理 但大哥想用中药内服外贴治疗 为此我们起了争执 决定先暂缓透析 起初我先在家中用原始点处理 有时见效但症状反复 看母亲严重呕吐 吃不下饭 恨是受罪 我怕自己能力不足 耽误病情 决定先送医院 切除胃部心肉 先解决呕吐问题 8月1日手术后 医生说要输液3至5天 到了隔日夜里 母亲却又开始恶心呕吐 腹胀无法入睡 三日早上 我见母亲体力下滑 直到情况已转危机 想阻止再次输液 无奈母亲及家人皆执意反对 输液返家后 我连忙帮母亲用红豆袋温敷 再用20克干姜片熬浓姜汤 每半小时给母亲喝一口 到中午情况才慢慢好转 吃了一点食物 我又用姜粉泥搓揉整个后背及肚子 吹风机吹干 再用保鲜膜包裹 晚上用淡姜汤通便 姜粉泥300毫升惯肠 这天没再出现恶心呕吐现象 姜粉泥搓揉 8月4日早上 母亲说昨夜睡得好 感觉轻松多了 好似换了个人 接着喝了50克浓姜汤 及一点流制食物 舒缓后背 搓姜粉泥 小走一会儿 爬六层楼梯 及睡觉休息 中午陆续吃了不少食物 持续少量运动 因口苦及喉咙有痰 加强头静不按推和温肤 午睡后 又再次爬楼梯灌场 天黑前又再感觉 恶心口苦 体力下降 没胃口 我给母亲做了心理疏导 要她坚持原始点调理 必有成效 但晚体力极好转 不绝恶心口苦 肚子也不胀 能吃点饭 接下来每日重复 原始点操作 喝浓姜汤 早晚姜汤灌场500克 搓姜粉泥两次 爬楼梯数次 母亲有时情绪低落 容易生气 有时不愿好好喝姜汤 造成症状反复 甚至险下缓生 我要母亲保持良好心态 把浓姜汤改为淡姜汤 加姜泥碗 体力下降时 加强红豆袋温敷 直到十日 病情已慢慢改善 体力逐渐恢复 十三日 饮食基本正常了 没有任何不适感 之后每天按推一次 敷姜粉泥 灌肠改为一次 用量渐渐 并加强运动量 十九日再去医院检查 鸡肝指数 竟然已降了一半 到四百七十七点七 全家人都很惊喜 8月19日 医院检查报告单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愿此案例的分享 能吸引更多人来学习原始点 面对疾病时 能不再恐惧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